咱们继续讲 中炮队 平风马 红方采用横距 黑方挺足 制马 活通一个马路 冲兵 上盘头马 准备强冲 黑方采用桥头堡 死守和口 红方就奉兵 那黑方肯定不能杀兵 马力向口 中路也突破 所以必然近向 红方平炮 瞄准小马 下面黑方打断马腿 室外闭心 平鞠桌炮 然后双鞠 准备硬砍 那黑方肯定不能打鞠 红方杀鞠带响 全给撸了 所以必然是退炮 生根 弹子炮 红方就过冰 问题来了 黑方能不能消掉中兵呢 如果 拱掉 中炮一响 势不可挡 因为黑方退向 或者阳势 或者上马 这个炮 比杜我还远 所以当前局面 只能退时 红方上马 这是叫沙 只能进将 再上马 一登 不能再进 因为双鞠 刀死了 如果 降五平四 照头一棒子 黑方只能电炮 待平炮一打 一招逼命 所以 解这个江 只能降五平六 平炮一打 黑方无奈 只能含泪电炮 谁要杀鞠 我给他没完 上马 双降 黑方 仅此一招 再平炮一降 只能平降 然后 没办法 黑方只能杀鞠 一招 一招 毕命 好 咱们一回到节点 所以不能冲动 冲动是魔鬼 黑方改成平鞠 闪鸡 打红方的鞠 红方怎么办呢 民间手抄本 号称野路杂拳 风平浪静 必有杀招 凌空 气局 这是要一招三 黑方必然退向 小兵 下去了 啃不动 有根 黑方怎么办呢 公园藏龙卧虎 大爷威震八方 高居 捉马 就说你的马一走 人家干掉中兵 爽歪歪 但是 红方不搭理 而是直接 啃 黑方当然不敢杀马 因为进兵代替了 然后一招逼命 所以 这个小兵 绝对不能留 红方 进玉江 然后 发射 黑方 只能阳势 如果是五近四 红方就先来一个想 黑方的局只有一个点位 在上马 登马 也给炮生根 利用黑方这个局当炮架 老将上不来 只能退局 平 代替了 干掉黑方的局 所以 袁浦主编 给这个江 是 是五近六 红方 直接平炮 叫杀 因为这个马 随便一跳 就杀气 公元大也说话了 人家盖掉你的鞠 正好 打开降门 对不对 那你杀个毛线啊 红方走的神不完一了 对不对 但是 上马一将 带着响 只能平将 再上马 还带响 又带响 黑方如果 禁将 打马带响 浸泡带响 步步带响 干掉局 黑方被 扒光光 那 给这个江 退回老家 平炮 要杀 要马后炮 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我平将 那你将军 我就进将 还能咋地 对不对 下面 红方怎么下手 自古真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泰山压底 不管黑方怎么走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